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不是今天去新加坡吗 不会是从飞机上掉下来了吧 吴小姐今天来找我干什么呢 不会又是谈茶叶的事吧 如果是这件事免谈 吴小姐请回吧 回吧 白经理就要大难临头了 居然要赶走来帮你的人 我看还是算了 我也没必要为您的事瞎操心 长官 吴小姐什么意思 上海公司早就关注到您了 虽然表面上看 您在香港的业务开展得还不错 货物进出的流水也非常高 可是您一直在利用公司漏洞 做假账 巧设交易明目 把公司的货物囤积到自己的名下 你就是在 查我 大佐 讲 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 美景军和钢旗军 只是偶尔出去一趟 对计划的执行 似乎并不积极 长谷川知道是非常积极 数次主动接近白文扎 只不过 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长谷川做这种事情 并不是他的强项 美景和钢旗 一向比较谨慎 而且比较喜欢动脑子 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动静 实际上 他们已经开始筹划了 白经理现在的问题 就是资金回笼问题 您花大量的资金购买货物 就肯定得向银行贷款 填补这个空缺 您在渣打银行的巨额贷款 每个月利息恐怕也不少吧 如果说这个只是上面交代下来的 那白经理自然不用费心 可是我想 白经理应该不会白白 替别人做嫁衣吧 在这些货物里 有一些 甚至是全部 都是白经理自作主张留下的 没了 没了 证据呢 没了 白经理未免也太不冷静了 您刚才撕的 只是隐印件而已 胡小姐 你也太机智过人了 说吧 您要多少钱 我不是来找您要钱的 我是来给您送钱的 不 那咱坐下来吧 来 接 我不是来 徐小姐 您来了 白经理来了吗 快请进 白经理在里面等着您呢 老王 怎么样 上级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并且表示要全力支持 金经武夫想用从中国人手里抢来的钱 买中国人的东西 咱们这一手就是给他们来个釜底抽薪 让他们买不着 我刚才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所需要的资金量可能会有点大 你只管按计划行动 资金的问题组织上能解决一部分 其余的我来想办法 如果资金可以解决的话那就太好了 我会尽量想办法为延安争取一些急需的物资 好 延安正在勒紧着裤腰带打滚撒 国民党的一些败类却整天想着怎么发国难财 现在逼得我们只好用自己的钱去买自己的东西 这种事情只有国民政府才干得出来 对了老王 你还记得叶总会的那个歌女吗 你是说我许乃娇吧 这个人我知道混迹在三教九流之中游刃有余 背景比较复杂 为什么突然提起她呢 我今天从公司出来的 这么说你跟那个什么吴小姐真的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我都说了八百遍了 就连这次我们才见了两次 你说她是上海总公司的人 可靠吗 不会是骗你的吧 你当我白文扎是喝稀饭长大的 上次她一找完我 我就派人查了 上海总公司确实有这么好人 跟她说的一点都不太差的 那你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就前两天 你们做的什么生意 你这么高兴 那肯定是赚钱的买卖了 具体是什么买卖 你就别问了 总是 我们要是合作成功 我天天给你买王冠 真的吗 我白文扎一言九鼎 什么时候骗过你